不过推出更多的房地产降温措施 从今天开始 所有转入生前信托的住宅房地产交易 不论信托是否有10亿拥有人 都必须支付35%的额外买方印花水 财政部发文告说 当局在进行定期的政策检讨之后 决定修改政策填补原先的缺口 在今天之前 住宅房地产转移到生前信托时 如果信托没有可确认的11亿拥有人 就可以只需要支付买方印花水 如今所有交易都必须支付35% 生前信托的额外买方印花水 生前信托是指委托人在事时设立的信托 财政部也说 额外买方印花水的目标 是为了促进平稳 以及可持续的住宅房地产市场 国刚在去年12月 推出一轮房地产降温措施 当中包括将新加坡人 购买第二套房的额外印花水 从12%增加到17% 我们下期见